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再看回去我才发现 哎呀 对呀 我们是2014年的1月4号星期六首播 就是那个14年1月的第一周 就第一个星期六就是首播第一集 那么所以到今天来 那就是完整的走完一年 所以52集 是 所以真的这一路要感谢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尤其是我们听众朋友 除了是像现在在on air 在空中同步收听的朋友们之外 我知道有更广大的群众 来自世界各国的 是通过网站 在网络上来收听 那么我也有收到 就是听众来自其他国家 然后就email鼓励我们的 或者是说赞赏我们的一些讯息 给我们知道 所以在这里 走过一年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鼓励 那么当然影响 未来新的一年 我们仍然有许多 还是要在更加进步的地方 那么在这个节目一开始 我想还是请顾师傅 既然我们是回顾一年 那么这个节目当初 您是怎么想的 要说这样的一个节目 而且以这样的话题来切入呢 这跟当时小冉在第一集 问我的很接近的 类似的话题 其实我没有想到要制作 与幸福有约这个节目 因为我们已经有 另外两个节目 一个是国语的 半个小时的叫心灵花园 那另外一个是广东话 叫欢喜自在 那这两个节目 已经都超过十年以上 十二三年了 老牌节目 从来没有间断过的 那么所以我说 我坦白讲 我真是没想到的 那么是因为 Val TV的阳台长 最早他邀请我去 是在录制电视的节目 那么这个讲起来 我录了每天 每天啊 录了半年啊 那后来因为都要去到 那个摄影棚现场 总之当时那个时间的负荷 真的是比较紧张的 那后来我就说 看来我真是不能常常 往电视摄影棚跑 那后来他就想 他说他其实在筹备 一个电台的节目 那就说他很希望 我还是可以在空中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尤其开始呢 我其实是拒绝他 我说我真的没空 对我知道 你都很忙 但他一句话就把我 这个念头我就hold住 因为他说 以他的接触层面 他说他观察到 来自中国的新移民 快速的 的人数快速成长 那么大家需要 一些好的观念 他就这一句话 就把我这个 这个本来都不考虑的 我说我要有时间 我就继续跟你做 电视节目就好啦 这样 但他这么一讲了 我就哦 哦新移民哦 哦这样哦 我说你让我 回去再想想 我这个行程 怎么个走法 那他就把一些概念 那他开始跟我讲 半个小时就好 嗯 他也是渐进式的 可是现在我们的节目 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啊 对 那后来我就 我不忍心了 真是基于一个不忍心 那么我就答应这个台长 说好吧 那么就只能一个星期 半个小时哦 那他就再提了 他说 如果可以做现场 call in就更好 嗯 哇 我说我有时候出门呢 做call in 真的是有困难的 是 啊 我这差不多一年 总有至少 将近半年 一定在录音室内的 是有困难的 是 那么诸多考量 他就说 没关系 我们可以配合 所以说下来呢 就真是一个小时的节目 嗯 就谈话性节目 对 那么这节目叫 与幸福有约 这个是我一直 很喜欢的一个题目 那么最早 我也曾经在另外一个电台 做过比较短期的 一段时间 也是叫这个节目的名称 嗯 所以我想 呃 我就把它挪用过来 啊 那我其实以前 在佛学院任教的时候 也带学生做 电台弘法的工作 当时那个节目 因为我们叫丛林学院嘛 嗯 就是佛光山是一个大丛林 对 就一个传统誓愿 就叫丛林 那么所以叫 丛林 够了没 啊 够叫G-O 就是走的那意思 你到 你进到佛学院了吗 啊 这样啊 那是学生做的 那另外 我在纽约时候 做的节目叫 人间好心情 嗯 我这样想回来呢 除了佛学院 比较特殊的属性之外 其他我真的希望大家 就好像从最早叫心灵花园 来到一座心灵的殿堂 像花园一样的 是 你可以很轻松 很自在 这样 那广东话叫欢喜与自在 欢喜自在 到我们这个与幸福有约 我想 一路下来都是一个概念 我希望大家都很幸福 谢谢师傅的祝福 那么也是因缘使然 我想 因为你碰到了小冉 可能也建立了你的信念 是吗 是 小冉呢 是妙居法师 一直跟我讲 她说 有一个很好的义工 哦 这个世界真的很好 很有才华 怎么样在专业上 如何如何 那么所以我后来终于就见到小冉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她呢 并不是正式的有人介绍说 哦 这位是小冉 什么什么 而是我在一次讲课里头 我一眼望去 整间这个礼堂坐满满 很多人坐在那里 但我就直觉的说 那个人就是小冉 哦 是吗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那么下来之后 我就在问我们的法师说 今天小冉是不是有来到场 这样哦 他们讲说 有吗 没看到 后来我再 就是再去做确认 果真是小冉 就没有介绍的 只是直觉说 这个人就是小冉 是 所以跟他讲 他很高兴 他讲完全配合 非常乐意 这样 我们就开始筹划 从选片头音乐啊 这个几段式啊 怎么样要进广告啊 什么什么这些 对 那么最近呢 由于小冉呢 家里有些事情 是 就忙着要去处理事情了 那么再加上又回国那一趟 对 恐怕他也很挂念大家的 嗯 那么我不想他挂心 我也没有讲 我们今天要录这个年终专辑 就让他专心去忙 但他就讲 他说他应该在二月份会回来 嗯 他说他一定回来报到 他回来报到 嗯 那么这个 因为这个节目呢 我也要感谢顾师傅 因为在此之前 说几实话 我从来没做过主持人 对 所以一开始就硬的头皮上 因为我看小冉也是很忙 有时候他真的是忙不过来 就我只好地要顶上来 所以就水平有限 那么有些说错话地方呢 然后做的不对的地方呢 做的不好的地方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觉得吕杰呢 怎么讲 你不要客气 不是客气 你要说主持人或 像我 我叫主讲人嘛 嗯 我也不是专业的 但我觉得 我们 嗯 我们的节目 这我对听众讲起来很抱歉 呃 我不能讲我们不是专业 因为我们的节目很专业 嗯 是 但实际上我们都是义工 呃 除了说像小冉啊 还有另外两个节目 像王伟啊 呃 呃 Betty 他们是专业的 对 那其他我就说 那我这个主讲人最不专业吧 哈哈 我我讲起来我也 是讲 我不是从事这方面的 只是说 就是抱着一份心意 觉得 佛法很好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出家的原因啊 就是我第一次遇到佛法 我就觉得 这么好的 珍贵的 这个智慧 为什么我要绕了这么远的路啊 才让我好像撞到了一样啊 嗯 就这么遇到了啊 那么所以就发愿要进佛学院 而且是要以出家的身份进佛学院 学最好的最正确的 那么想办法 让大家可以也像我那么幸运的 可以啊 能够遇到佛陀 遇到佛法 这样 嗯 啊 所以这个电台弘法的因缘也是 从这个这个着眼点啊 就用音声弘法 然后又是通过这个 我叫做立体的弘法 就是从这个网络的媒体啊 电视啊 电台啊 嗯 去进行传播的工作 嗯 嗯 所以 其实怎么讲呢 就是我一直有的感觉 就说呢 因为像其他的师兄一说到故事会说智慧嘛 因为他后面再加两个字 还有什么 有限 哈哈 没有 我就呃 回到我们的话题 我就说呢 我觉得其实您跟这个波音呢 跟这个通过媒体的这种弘法呢 我觉得还真是有一定天分 因为 首先呃 没有一定的智慧 您真的是要面对这么多人群呢 是很难应付的 嗯 另外呢 就听您的声音觉得非常的 就是柔和和那个圆润 嗯 就让人听得非常舒服 这个我倒也听呃 就是说其他的不管是听友啊 或者说信徒啊 也会这么说 我曾经在纽约的长岛 也有一个佛学班在那里开课哦 呃 那一般很特别 来听的呢 都是异教徒 哦 异教徒 嗯 佛教徒不到一半啊 那其中的那个呃 像天主教 基督教徒啊 他们呢 就几位太太就跟我说啊 他们本来要吃安眠药 才能睡觉的 嗯 但是呢 从听我讲课呢 说那一天啊 就睡得特别好 呃 说比安眠药有效啊 嗯 哦 我说我这声音还有 催眠的作用吗 嗯 他们说不是 是很舒服 很安心 对 呃 就我说应该是听了法的内容吧 哦 那 他们就持续的 就来听课啊 说好像 那个纠结在心里头 什么事情 嗯 就可以解开 可以放下 啊 所以可以安心的入眠 这样 嗯 这是我听到原来还有安眠的作用 其实那是一种内在的力量 我想 因为你管是声音的好听啊 也很多人也具备 但是呢 通过您的佛法的讲解 同时您多年修行 有形成的这种内在力量 是确实真的跟人有种安抚的力量 嗯 希望 呃 我也很感谢 啊 其实 呃 我要很客气的去说 我的不足 但我也要 呃 很直下承担的说 就是因为我听到 呃 有这么多人说 啊 通过这个音声 呃 得到什么样的鼓励也好 或者是 安抚也好 我就觉得 如果佛菩萨给我这样的音声 让人家 就他有个特质 可以产生某一个程度的影响的话 那么我就不可以吝啬 嗯 啊 所以通常是 哪里就邀约我去讲了 或者怎么样 我都不管他人数多少 呃 有的人会跟我说 啊 我们没有多伦多那么多人 啊 我说 我的重点不是那样 嗯 那么只要有一个人要听 我都要去讲的 啊 好 那郭师傅 我们的时间又到了 啊 是 我们告一段落 等一下再来听您的开始 忍耐是天地间最宽大的包容能量 无我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和平动力 新云大师开创了多伦多佛光山 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Milk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 请驾905-814-0465 905-814-0465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勇国法师 刚才那一段呢 我们大家主要是回顾了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啊 2014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它的缘起啊 发展的历程 那么我想您作为多伦多佛光山的住持啊 那么对多伦多佛光山2014年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特别的感觉 这个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提一下我前几天在报纸上就看到因为大概接近年底了嘛 就有一些年度的质 那么比如说忙啊 变啊 累啊 累啊 好 又正面的好 好 还有中性的就是叫平淡 另外还有这种就知道是一言难尽的就叫五味杂成的 都有啊 那么当时我就问了我们在office几位法师啊这样啊 那他们就提到说在看到这种没多久就一个是就一个问题啊就被这个报道出来的像食品安全啊或者是说贪腐问题等等这些啊 那他反而提出啊就说2014年他觉得诚诚诚实的诚真诚的诚啊诚信的诚啊是他心中觉得最重要最需要的一个字啊 那么所以他们也问我啊我自己也想了一想就像你现在问我对2014年整体上的如何啊 我到要开始录音前我还在想啊但真的来说的话我就要借用红衣大师的一句话叫悲心交集啊 也就是像我们的师父上人幸运大师说的这是一个一半一半的世界啊 那么一半以悲一半以喜啊悲心就欢心的心 那么嗯说悲嘛我看到一些社会的乱象呃对于人的根性他在败坏啊我觉得忧心啊 那么甚至于对未来就是嗯对于下一代的教育我其实有很多挂虑啊 哎那么值得这个安慰的欢喜的也有许多啊 嗯这就是我走过比如说以我们在多伦多佛逛山来说我真的很感谢 总本山对我们的这种指导跟就是关照哦 你看从我们人间学院开学会宽法师利临讲法 对啊之后新陪和尚之后新定和尚 各方面给我们这么多提息禅修也有啊那传戒 三规五戒啊定和尚把门传戒等等这么多的提息啊那而且我觉得 大家学得那么好啊我在哪里就是看到大家真的是用修行的力量在处理你周旁的人事物呢 嗯那就是佛光树烟哦是呃将近一年嗯这个半年以上最后半年是锦罗秘谷的这个筹备哦 大家那么投入尽心尽力而且真的做到常住第一自己第二大众第一自己第二 真的你大我小你有我无就把这些概念都用上了 对当时我记得一个嘉宾在苏宴结束之后我们在回来的时候他分享过啊 说大家一起在努力就像一片森林啊嗯他不管是谁啊不把自己当成空气不把自己当成水不把自己当成种子就是一起努力所以才出现了整整片森林是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恰当 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有心嗯所以2014年不管是借会的传戒也好佛光树烟的整体上我觉得是佛光人的骄傲嗯嗯啊虽然我们不应该骄傲但是要很有信心肯定自己好就是好是哎那么当然在人间学院结业典礼 呃我也很惊讶因为今年的佛学会考实在讲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对成绩这么好哎我要把这份卷子啊呃拿去佛学院让他们当然他们都很用功很会读书的哦但真要就这么就是以信徒的这个程度哦对跟佛学院相较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大家真是嗯这是超乎我的预想的是真的很 很认真啊我真是很高兴的而且像您之前在一些节目提到过您熟悉的一些师兄师姐啊在干的事情的时候啊不忘本职工作的时候还在拿到这个裤子提裤在看就是啊我就提到我们高波一手拿着铲子炒菜呃在道场的大锅子那个大寮里头这样炒一手拿着佛学会考提裤啊呃两边关照这样啊所以说有的人吃到嗯今天的饭有点咸了哈哈哈 啊哈哈哈啊就是这样我看到他真的把这里也当是一个家也是一所学校嗯也在这里成长也在这里学习啊呃我觉得看到佛光人的这种学习成长我是是欢心呢嗯啊也觉得很安慰的啊所以也是叫做所以为什么叫悲心交集一半一半呢嗯啊这是我对2014年走过啊的一个 整体印象啊嗯对我来说呢2014年呃其实就像您说的是一个就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对我可能叫平淡吧呃平淡也是就是平淡中的幸福平淡中的顺利对对对就像我太太或者就说我们的平常的用语叫童修哈她来的时间也不长嗯其实今年只是她的第二年嗯那么我觉得平淡这个词对她更适合因为第一年 很充满新鲜感然后还有很多不稳定嗯包括情绪上啊包括这个各种感觉啊她都需要一些适应那么今年呢我觉得我那天跟她开玩笑你看到像老移民了是吗就平淡了适应的蛮快的哦那就是她真的这个就像我们刚讲到说2014年的一个制什么制的代表哦那么今年其实应该是沿用几年呢加拿大选出来制还是culture哦 哦文化啊尤其是他讲culture我们这里的culture就是叫multiculture对他只要一说culture其实就是讲multiculture是是所以我前几天听到一位老师来跟我就谈话中他分享他说他们其实嗯这个教学的系统啊都会在调整的那他们还要再去旁听补修一些课程哦那就特别就是教育相关部门 就是要他们去思考比如说你这一班里头20个学生这20个学生来自20个国家这在加拿大这是很popular是很常见的那么可能是哦这是西班牙人这是日本人韩国人这是中东这是来自印度这是怎么怎么对然后几个华人几个华人可是他不同的地区来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大陆台湾香港 太多了是所以他们就要知道说他们的他不是只有叫尊重他必须再进一步去了解嗯然后在教学上要怎么样就是说是平等心的去对待孩子们这样嗯所以我觉得就更积极的去从这个字叫multiculture然后多元文化那就从老师的培训就已经要有这种涵养 我就觉得真的好老师很重要啊嗯那么老师本身有这种multiculture尊重不同的文化而且进一步去了解我就觉得是呃真的非常重要了对而且这样子的话潜移默化整个教育这样子普及的话就所有的民众都有那种平等的观念是就很好是是啊不过讲到这里呢呃因为我们通常都要选一首歌哦对是呃这次呢就选了一首这个人生是过客 因为走过一年了嗯我在看着大师写的词啊也很有那种感觉你要不要先念一下好在念之前呢我要告诉呃听众朋友一个比较惊喜的一件事情是这首歌的这个演唱者嗯是林志炫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歌手也是我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手那么中国大陆有一个很火的节目叫我是歌手嗯那么他也参加了嗯差点拿到第一哦是哦好那我先把歌词 补出道好这首歌是人生是过客做人要像一面镜子照亮别人优点也照亮自己的缺点做人要像一只皮箱你要提得起也要懂得放下做人要像一只蜡烛燃烧自己却在黑暗中照亮别人做人要像一个时钟滴答滴答的分秒钟不空过 要像一个时钟滴答我会不知道 我和大家 ribbon的角从眼しま这首歌的约翰下生命动用自己一生该怎么做 春去秋来日升日落匆匆而来又匆匆而过时间的长河人生是过客我空空而来也空空的走这样闻 一起欣赏 写下生命共过 敬念自己一生 该怎么做 春去秋来日升日落 匆匆而来又匆匆而过 世间的场合 人生是过客 昨日要像一支蜡烛 燃烧自己却在黑暗中照亮别人 昨日要像一个时钟 滴答滴答滴 分秒钟不空过 要像一本不字 写下生命共过 敬念自己一生 该怎么做 春去秋来日升日落 匆匆而来又匆匆而过 世间的场合 世间的场合 人生是过客 春去秋来日升日落 匆匆匆而来又匆匆而过 世间的场合 人生是过客 我每天都能够 与人生是过客 我空空地来 也空空地走 胸襟宽大 条条都是大路 心意清净 处处都是净土 星云大师开创了多伦多佛光山 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k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 请驾905-814-0465 905-814-0465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顾世佛 上半段我们基本上做的是回顾 包括我们的节目 包括多伦多佛光山 那么下半段 我想我们更多的要关注于展望 展望 我先讲一下 我们这个节目 因为走过一年 那么之前其实我跟小冉有一些讨论 那么就是说 后面要有一些 比如说了 目前规划的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小时的 然后分为四个段落 这四个段落中间用三段的广告 去把它间隔开来 不过顺道一提 我要很感谢我们的广告的录制的义工 还有帮我们朗读大师的佛光蔡根坛的义工 像读蔡根坛 那是吴臣师姐 他也是瓦特鲁的义工 那另外 Jerry 李星 石海 高波 高波 Martin Martin 李娜 还有客串的 还有客串的像 杰荣 也有 所以我想怎么讲 我们的义工 我是觉得真的是很厉害的 当然这个还是要靠我们的制作人 吴美静师兄的功力 我觉得因为我常听到人家讲说 你们广告很好听 除了节目以外广告也好听 我也觉得蛮好的 那么不是商业广告 当然就是说 就是去提醒有一些活动的日期时间 我们也做得很认真 那讲回来就是说 我们这个节目还是一样 这个四个段落 那么第一个段落 它就是每一周 一样我们都会 就是有个计划 然后有个话题 本周话题 那第二个单元呢 我就把它设了一个叫 空中读书会 空中读书会 那么 就是以前我们第二单元 通常呢是放一首歌 就是有个人间音乐的节目 那现在除了是人间音乐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们 这是佛光山呢 因为大师带着我们 那么重视文化教育 当然还有慈善 还有各宗教的这些往来等等 那特别是在教育上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收获太大太多了 对 有很多资源 那么 所以我就在这个空中读书会里头 我想把有一些教材 按每周不同的来 就是提供给大家 比如说第一周 第一周呢 我选的这个单元叫做佛光世界 那这个教材在哪里呢 就是说 我们佛光山 在台湾的总本山的这个网站 叫做佛光山全球资讯网站 那么这个里头有一个佛光新闻 那它的新闻呢 就是全球性的 那我常常这样子看了 就觉得真是了不起 大师的一个理念 然后一个人间佛教的理念 散播到全球 它就形成了每一个地方 人间佛教的发展 在地的发展 那当然我们节目里头 我们过去的一年呢 比较偏重是本地的一些活动啊 新闻啊 或者是预告啊等等 那么在2015年开始 明年开始呢 就是每个月的第一周 我们就回顾 过去一个月来 那么人间佛教在全球有哪一些 比如说大师 他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弘法 对什么人 或者是哪一所试验 他开始讲了什么 比如说之前办了一个论坛 研究人间佛教的发展 那或者是说 哦 纽西兰的 这年轻人办什么活动 我觉得是很好 或者哦 菲律宾 我们去哪里救灾了 或者说 日本他们成立了一个NPO法人 他们在311的救灾工作 后续如何如何等等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好广泛的一个视野 对这个idee很好 是哦 对 在这里我要说明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说您现在讲的一切 对我来的时候是很新鲜的 您都觉得有兴趣 我觉得很有兴趣 对 好 但这个功课呢 就必须我们要一起做了 对 要底下收集素材 就是说我们在每一次节目播出 我们在进入录音以前 我们自己要看过这些新闻 是 然后从中选出 我认为有五条新闻 我想分享 那你认为如何 还有我们的工作伙伴 书分师姐 他认为如何 然后我们要稍微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选出哪几条来 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十几分钟 对 当然这个第三段呢 我们要进行延伸的话题 这个延伸可以是 佛光世界的延伸 也可以是本周话题的延伸 是 那就是说有我们在进行中 然后或者是进行前 我们就要决定的这样 是 那当然第四段原始上 我们都会希望告诉听众朋友们 未来的下一周啊 或者是这个月里头 有什么重要的活动 提醒大家参加这样 那么在这里 我又想再说一件 是什么呢 我们的压力会有点大 因为 所有的我们这个节目 没有任何台词 全是即兴发挥 当然 对 只有一个话题 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的工作量和压力 会更大一点 当然对小冉 对你没问题 对我呢 你要努力一些 努力就好 OK的 那我想这样 这个视野会比较宽广 嗯 是 因为我想我们一个 学佛的人也好 或者我们社区上的朋友也好 认识我们 不是只有在多人都 是 包含就是我们听众也是 跨全球的嘛 是 所以我想这样也很好 这是第一周 那第二周的 就是本周话题 延伸话这周一样的 对 但空中读书会呢 那么我就选了 嗯 大师指导编辑的一套书 叫做 金玉满堂教科书 嗯 这个其实我们节目里介绍过的 对 其实读书会也用过这些 就是各个读书会选 选不同教材 对 其中这部分也是个教材来着 对 那我就觉得新云说记 它兼具有佛学跟文学之美 那么当然我们一个月 才能选那么一课 我希望是可以在每一个月份里头 我们跟我们本地的 一些话题相结合的 对 在选出来的 是 这样很好 是 这叫新云说记 就是从这个佛门的寄语 那么寄语之中 我刚讲它兼具有这个 诗词歌赋的文学之美 那么再带出佛法的智慧 那我希望可以有一些实际的例证 就是一些例子 跟它呼应 对 正好选的时候 也是契合当时的时事 是 那这也是要做功课 对 是 好 那第三周呢 那就是我们本来的人间姻缘 嗯 那么 其实 在我刚提的金玉满堂教科书 其中 它十套嘛 嗯 十套 其中有一套就是人间姻缘 哦 我觉得是更深入的 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听一首歌 那么对这一首歌的 它的词译的这个 一些分析啊 对 是 这样 在佛法上 或者人生上啊 这个 在生活之中的一些啊 呼应会更多 对 而且很多歌曲 它本身 除了是大师写的 也是 很多是成名歌手唱的 是 对 像 你不说其实有些我都不知道 对 像流转那首歌 我们以前合唱团也唱过 很好听 那的歌手是 萧黄奇 哦 很有名的那个盲人歌手 是是是 我只知道我 嗯 之前要排 心灵花园的 这个一首歌曲 我选的那首 陈小冬 我觉得好熟的名字 陈小冬也很有名 我就问了一下 他们说 就是演那个蓝灵王的 主角之一 这个 我当然不是那么清楚 我说 我只知道 听他们讲说是 帮我们的 在宜兴 就我们佛光主庭 在这个江苏 宜兴的大爵士 他帮我们拍了一个 叫形象广告 我就看到一个 很清秀的年轻人 是 很多女孩子很喜欢 是吗 是因为帅嘛 OK 听说也是我们 佛光人的子女了 所以很帮忙的 是 那么 这些歌手 我倒不是那么熟悉 但歌词都是大师所写 那一定都是跟 这种佛法融入生活中 对 的一些开示是有关的 是 所以也借着这个单元 我相信 听完歌也有所收获 对 那第四周呢 空中读书会呢 是佛光祈愿文 佛光祈愿文 也是这个 金玉满堂教科 说其中的一套 这个topic 那么祈愿文也是大师 为了我们大家所写的 这一百折的祈愿文 不同时候 为不同 替不同对象去写 对 我记得前几次 有一期节目是讲到婚礼 好像有一个祈愿文 专门为婚礼准备的 真是 所以我想我每个月 也要选出一篇祈愿文 然后就可以听到大师的 这个大师自己亲自所写 亲自所读的 这祈愿文 那么 然后当然后后续 我们还有时间 还在做一些 这个延伸的探讨 这是第四周 那么如果有第五周的话 我确实是有一些考量 因为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比如说 刚刚其实吕杰 我们在谈的广播剧也很好 但另外呢 就是我们制作 制播主一直跟我说 要我读我自己的 这个著作呢 叫说故事的旅程 还有来一杯 来一壶 来一壶 无我茶 无我茶吧 来一壶无我茶吧 那么说要做有声书 我就拖了两年 但想想好吧 摆在第五周的话 就顺道就把这个有声书 也做起来 这个很好 我觉得这个本身书 写得很好 如果再由您来念 那简直是真是种享受 我觉得 其实我倒有点惶恐 因为我是说真的 大家不嫌弃 但没有好到那么专业 但我知道我很有心 就是随缘 敬奋 好 那么所以大概 在第五周的这个安排会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是因为我在这个第二段里头 就把它定调 就叫空中读书会 好 那么这个可长可短 可以是其中的一段 我们四段嘛 对 其中一段 第二段 或者再延伸到第三段 都有一点弹性 我希望这个时候小冉正在收听 他说他虽然忙 但是他会上网 那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 好 那我们时间也到了 光讲单元都讲了 对啊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过来 盖得一分习气 增加三分悼念 忍得少分烦恼 辨证十分菩提 星云大师开创了多伦多佛光山 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Milk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 请查905-814-0465 905-814-0465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勇国法师 这是我们这一期的最后一段节目 好珍贵 对 是真快 那么像我上一段说的 我们上半段的节目 主要是回顾 那下半段主要是展望 那么在刚才的节目 你已经展望了我们 就是这个节目 与幸福有约这个节目 那展望的是他 新的规划 对 新的规划 那么现在最后呢 留给您的时间 虽然不多 但是您也要展望一下 我们多伦多佛光山 您作为主持 展望的话 又会有什么样的期盼呢 是啊 这个影像新的一年 其实 道场跟佛光会的部分呢 要配合我们总本山的活动 还有国际佛光会 世界总会的活动 还真是不少 我就这么简单提一下 比如说四月份 我们在台北国父纪念馆 就是这个世界总会 他们举办一个活动 那就是万人礼赞佛陀的音乐会 那我们被邀请要回去献唱 我们的佛光合唱团 那要组团回去咯 这是一个 尤其是西来寺也就组织了 我们北美各道场的佛光合唱团 叫北美的百人合唱团 要去献唱 一个了 四月份 然后五月底 是到夏威夷 夏威夷佛光山落成开光 那同时举行每周连仪会 那么我们多人多佛光人 已经有许多人 就是登基要去 因为夏威夷佛光山的住持 是一红法师 对 真的 我觉得我们多人多 大家一定要记得一红法师 因为他是建这个道场 他就是建士 建多伦多佛光山的第一任住持 真的是劳苦功高 我觉得人是要感恩的 所以我非常支持他 他都说我们很有情有义 帮忙夏威夷一些忙 那么当然他要落成开光 有一些老信徒来说 想去 这个一个 然后另外呢 在一样农历七月二十二号 那么今年八九月 总是就是 因为大师的九十 这个 大师又不要我们讲华诞 不敢讲 但总之啦 就是说我们就是去共生 共生法会 共生的活动 那么就是我们一定会 要组团的嘛 那么十月份呢 在菲律宾召开 就是我们世界总会的 年度的理事会议 那还是要去 那这个会议之后 顺下去我们就会安排 进曼谷 就到泰国 然后进印度朝圣 那么这一段行程 其实我跟新定和尚 请求说 我们到了泰国转机 我们会停个三天 因为定和尚持北 他一直在带动的 这个南北传的交流 所以他已经是 卸任的方丈大和尚 他就去领了一个 泰国泰华士的 住持的职 就住席在那里 然后帮这些南传的 比丘 跟我们北传大乘佛教 尤其是人间佛教呢 做了很多的联系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去 印度朝圣之前 先到泰国的泰华士 先去巡礼 那么我还拜托定和尚 到时候请您在那里 那么总是我觉得 光是一个配合 总本山跟世界总会的行程 已经很多了 很多 那我们本地的这个文化推动 教育推广 这个教育推广呢 不是只有佛学 佛学我又再把它分两类 一类就是信徒教育 另外一类呢 我特别筹备要进行的是 青年的佛学院 在周末帮年轻人 办一个佛学的教育 这个还在进行中 那么另外的这种社会教育呢 我特别着重 就是环保的工作 已经跟环保组织 其实他们已经来培训我们 我把道场真的是摊开 请他们来audit 他们来审核 告诉我们 哪些你们做法怎么怎么 现在都还进行中 还会有几场的培训 范围慢慢扩大 到就是佛光会的干部 其实讲起来就3月22号 干部讲席会 三个小时 其中一个小时 讲环保 讲环保 而不是讲而已 是实际上他们来操作 教我们怎么垃圾分类 怎么样把这些垃圾 变成有机土壤 怎么样用这些土壤种植 怎么做厨余回收 做成什么什么 对已经不是泛泛的讲理论 而是实际操作了 实际 实际 那这个的讲席里头 也有我们同军团的leader 也有我们中文学校的老师们 所有这些 所以我想这个至少应该有200位 主要的这些干部们 那么他们在 比如一个同军leader 他带多少的这些童子军 那么就多少个家庭 这样去推广 所以我想就像大师在 今年10月 这个世界大会上 讲到说 未来 因为大师讲的这个论坛 他的主题是信仰决定未来 他未来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未来呢 未来是服务的 是诚信的 就是讲信用 诚实有信用的 是喜悦的 是和平的未来 那么其实是有待我们去创造它 去实践它 所以我们的教育也要落实 大师给我们一个方向 未来与希望 我说我们如果不做环保 都没有未来也没有希望 真的这方面会是明年 我们非常着重的一个 环节 尤其是办一些大活动 比如说园游会 是 那么这部分我很高兴 在环保单位 其实呢 这个环保组织的负责人 当我们第一次请他来 只是对着我们法师们 跟我们的在道场固定的 这个照顾的工作人员 做讲习的时候 他们已经很 被我们的诚意感动 那么 其实我也不好意思 我要讲他 他提到一个 他说 他们因为在各个社团都去推广 他说一般西方人的反应都很热络 华人呢 是 冷漠的 是 他说你们是在华人之中 唯一对 就对他们最有热忱的 不但是我们自己培训 而且我要他对我们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 我要集合很多人 让他来培训这样 所以他感受到我们佛光人 对于这个地球的那种爱心 那种慈悲 他讲的时候他流着眼泪 是西人吗 印度人 印度人 那位主管是印度人 所以我想真的今天不做 不办这个佛学的教育 不做这个环保的这个推广呢 未来要后悔的 是 那所以大师告诉我们 未来与希望 我们就必须要落实它 所以未来在这方面是 这个大方向 主轴都是定调的 那么当然时间 有限我要赶快讲一下 先说一月 因为过了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要说明年见 对明年见 那么一月份呢 一月三号 那么这个活动是我们佛光青年 自己办的一个感恩餐会 一月三号 我补充一下 可不是吃披萨那么简单 我知道大厨可是有license的 是法国料理的主厨 我们的佛光青年长大了 所以我很有信心 所以这次的餐会 主要是吃西餐为主 他们一样有节目 布置啊 节目啊 一样是精心策划安排 那我觉得很好 我看到年轻人参加青年团 借着机会讲 我们听众朋友们呢 如果家里头有小孩啊 年轻人呢 让他们来参加 培养他们的那一种 是说明辨是非 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这个就是大原则了 那另外呢 又在培养他的这种leadership 这种领导也好 协调 团队合作 团队 合群 这么多的 都是他未来 社会要使用到的这些特质 那么因为现在家里头 就一个小孩 最多两个小孩 你要让他在这个团队里头 去 如果他再来得及 他成为他同军团 大一点 他成为青年团 我是觉得真的要安排他们 有这个接触的机会 让他们来承担 以后真的融入这个社会 会更好 那1月3号是这个青年人的活动 1月11号 我要预告 可能我们就是 1月份的这个节目里头 要详细再让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佛光山有一个单位 叫做海外都监院 海外都监院 我想也是下次讲 因为今天真的没时间 我快快说 海外都监院 就是说他是负责指导 或者是说要领导我们海外 所有的别分院 所有四院单位的这个主管 叫海外都监院院长 那么现任的院长 是满千法师 他本身是欧洲十几个道场的总住持 那么监管海外各道场 那么他特别安排时间 要到我们多伦多来 1月11号下午2点佛学讲座 我希望大家会来 真的是聆听法药 那么他主讲题目叫 人间佛教的经证 叫阅读法华经 他是专修法华经的 那么另外 1月24号25号 我们佛光山总本山的 副助持汇丰法师 他是西方人来的 西方人 那么他24号星期六 是英语系列的活动讲座 那么25号呢 是他用国语来进行一场佛学讲座 期待 很期待 其实他在几所大学都有去授课讲座 那么时间关系 我想我只能重点这么提一下 请大家务必 特别是这两场讲座 就是一场是1月11号 一场是1月25号 25是中文 24是英文 非常欢迎大家把时间准备好 那么一起回来 请法听法 那1月25号晚上还有活动吧 是是是 义工为炉 是 佛光义工为炉 这个真的是 佛光山佛光会 如果没有义工来参与也好 协助也好 那么这个好像一部 我们讲好像一个交通工具 它就没办法运转的 是是是 那么我们节目真的到尾上了 是 对 再说明年见之前 您这样子先对我们佛光山的义工 讲句话 义工是菩萨 那么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义工菩萨们 在参与义工的同时 也在菩萨道上 菩提道上可以成长 我也祝福我们的所有的义工菩萨们 包含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真的送旧迎新 2014年在这几天就要过去了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欢欢喜喜走过一年 同时迎向2015年 大家真的调整这个生活的 不管是作息 或者是学习 那么把时间准备好 希望真的一年之际在于春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那么大家也是一样 欢欢喜喜的 那么展开全新的一年 好谢谢顾师傅 刚才呢 其实我还想本来想 请您单独呢 为我们广大的听友 尤其相伴我们一年风雨路程的 这些听友单独的祝福 不过您已经说了 那我们时间也就没有了 好那在说明天正前呢 我还是把我们福光成的联系电话 联系方式公布一下 我们福光成电话是905-814-0465 905-814-0465 我们的email是info at fgs.ca info at fgs.ca 我们的网址是www.fgs.ca www.fgs.ca 本期节目的录音呢 您可以在YouTube网站上找到 国内朋友可以在优酷网站上找到 好 听众朋友们 明年见 明年见 明白因果就不怨天 了解自己就不由人 星云大师开创了多伦多佛光山 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k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 请恰905-814-0465 905-814-0465 欢迎致电多伦多佛光山 电话905-814-0465 905-814-0465 我上网浏览相关讯息 www.fgs.ca www.fgs.ca 本节目由多伦多佛光山 佛光会 共同制作 佛光山 佛光会 与您一起共创幸福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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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